短訪年輕人濃眉大眼 被壓在地板上痛扁一頓 發出哀嚎聲 一說完有立刻再被打一頓 原來這名年輕人是職業軍人 涉嫌性侵16歲女高中生 還拍影片 遭到女學生家人一頓痛打 原來16歲女學生 透過交友軟體認識職業軍人一兵 但男生卻說 女學生涉嫌盜用遊戲帳號 還盜賣虛擬寶物 說願意幫忙解決 相約國小碰面 結果女學生被迫拍下自怨一片 接著遭到職業軍人性侵 還拍下過程 初步統計有七到八個人受害 被家長痛批根本是李宗睿翻版 女學生事後原本活潑開朗 變得自閉 半夜常驚醒 在醫院身心科就醫中 涉嫌犯下性侵案的職業軍人 從小父母離異 由祖父母養大 投校軍職擔任一兵服役兩年 但女學生家屬不滿 案發至今一個多月 軍方不聞不問 營區內志願役一兵 涉嫌性侵十六歲 女學生還拍影片 如同李宗睿翻版 查證書時將被泰除營送法辦 軍方處理的低調 但對受害家屬來說 冷漠處理似乎也算二度傷害 記者後關王書宏嘉義報導